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鸡是人们饲养最普遍的家庭 不论是鸡蛋还是鸡肉 都是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美味佳肴 然而在饲养过程中 几乎每个养殖户都会遇到一个难以克服的问题 那就是鸡群里频频发生的争斗 经常会导致鸡的大量受伤 甚至死亡 严重影响了羊之户的经济效益 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鸡群里屡屡爆发致命的争斗 鸡的好斗是天性吗 而在饲养的过程中 究竟有没有方法能够避免鸡打架的发生呢 在本期节目中 原来如此验证者王岚 马肖叔 我得这样看你 将通过一系列的验证过程 探取鸡打架的利益 并用尽其招给鸡群家 鸡群中无法停息的争斗 是让养鸡户最头疼的大问题 轻则受伤重则致死 让养殖户损失惨重 要想减少甚至杜绝鸡场里鸡打架的现象 就必须先要探究清楚 鸡为什么打架才行 马肖叔和王岚来到了 位于北京市苹果区的一家养鸡场 这里平时散养着两千多只土鸡 刘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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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你好 杨织场老板刘彦平 虽然有着13年的养鸡警员 但是对于自己鸡场里 不停发生的鸡之间的纷争 还是束手无策 他也想同验证者一起探究一下 鸡打架的原因 为了防止传染疾病 他让验证者们穿上了鞋套进入鸡场 走 看那个鸡不多呀 这鸡不是天气热吗 那个让我也小了一部分 卖出去了一部分 刘姐平时你们这儿的鸡打架吗 打架 现在那个鸡卖了一批 现在好多了 现在好多了 我明白那个 你就说就现在等于鸡少了 对 互相挤的了 对对对对 刘大姐认为鸡打架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 扬之密度大 生存空间狭小 刘大姐前几天刚刚卖掉一半的鸡 她以为让鸡舍中的鸡拥有更多的自由活动空间后 就会使鸡打架的现象消失 可奇怪的是 生活空间的增大并没有杜绝这里的鸡群中打架的现象 每隔几天还是会有一只鸡被同类打死 鸡是一种有领地意识的动物 在发育过程中会通过捉斗建立起一定的质举 定价在鸡群中地位的尊卑 那么鸡舍中生存空间大小的改变 会不会引发鸡之间重新争夺地盘的摩擦冲突呢 难道鸡群中不停发生的争斗 是因为他们彼此间要争地盘 确立统治地位吗 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个空间小了以后 它就打架了 要不咱们回去先做做试验 是不是只因为这个原因 对 我觉得有必要 不过咱要是做试验 是不是应该有鸡 刘杰我从你这抓着鸡行吗 可以 这也行 没有你 没问题吗 你慢点 你别吓到他 你慢点 慢点 从小在城市生活的王楠 从来没有徒手抓过鸡 他能够顺利地抓到两只鸡 回来进行验证实验吗 轻轻地 表现出 表现出温柔来 你要温柔 这只 你不能着急 我告诉你啊 我就要抓那只 慢慢地 慢慢地走 你干嘛 我穿不着呢 王楠发现 想徒手抓住一只鸡 比想象的要难得多 哎呀 鸡飞狗跳啊 就是这个意思 这就穿不着了 你看看流血的 太黑劲了 你看看人家 一下就能穿 就抓住了 抓住了 来 拿着 好 好 哎呦 喝 哎呦 喝 你看看 哎呦 看 吓我一跳 在刘大姐的帮助下 验证者带走了两只 相对比较好多的公鸡 回去进行狭窍空间的生存验证 王楠 你说咱俩拿回来 这两只鸡 真的如果空间缩小 它俩能打起来吗 哎 能打起来 你看机场那个 鸡的密度不大呀 它的打架主要是因为空间小 那这样的话 咱们就试一下 比如说 拿这个 给它遮出来 一个空间出来 这空间大呀 咱们越来越 给它缩的越来越小 哦 那可以试试 有没有可能 它俩斗起来呢 乒乓球围挡的长度 大约为1.45米 马孝叔用四个围挡 围成了一个封闭的区域 验证者们认为 攻击的领地意识 通常会很强 那么处在 逐渐变得狭小的空间里 两只攻击会因为争夺地盘 而发生争斗吗 这是不是鸡肠里鸡之间经常发生争斗的原因呢 给他找一个室友进来 我们在拍摄 小声点 哎呀 都过了 找到样 咱们再小点 往里小点 验证者逐渐将两只鸡 所处的空间缩小 两只攻击会因为争夺地盘 而发生争斗吗 他俩都已经 太安静了 斗他俩一下 五分钟过去了 可两只鸡还是一点打架的意思都没有 那不行啊 你看他都坐下了 完全没反应 我觉得他很有可能是因为 他们俩是出自同一个养鸡场 一家人 说不定他们俩之前就已经斗过了 分出胜负来了 我觉得他们俩是性格太温顺了 我跟你说 我知道有一种鸡 就那斗鸡 那个脾气暴躁 而且厉害 我去找他 哪不一拿两只 斗鸡是把公鸡扇斗特性 放回到极致的特殊的品种 攻竞赛和娱乐用 比普通的家养鸡体型魁梧 同其他种类的鸡一样 斗鸡也有相对稳定的秩序 通常会通过打斗 确立起老大的地位 并争夺属于自己的地盘 过剩的雄性激素 让斗鸡比起普通的公鸡来 更加凶猛 把两只完全没有见过面的斗鸡 放在一起 他们会为一针高下 发生怎样致命的打斗呢 一只暴躁的斗鸡 和一只陌生的家养公鸡 放在一起 他们也会为争夺地盘 发生打斗吗 我们决定进行一次验证 我们觉得他老惊着 我要咬我呀 你不会 怎么样 你哪位呀 这是我一哥们小猪 21岁的猪雪峰是一名斗鸡爱好者 家里养了八只斗鸡 他对斗鸡的行为和脾气非常了解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斗鸡 特别厉害 特厉害 能碰吗 可以摸 他为什么红通通的 因为他这个 这是越南的斗鸡 而且这么烫 特烫 特别热 会比那个拿的公鸡要热得多 我觉得这应该有40度 得多 加氧鸡的平均体温是41.5度 而斗鸡的体温通常要高一些 一旦兴奋或者激动 体温就会升高 身体也会变红 这我能报了吗 可以 可以 我放地上 先得帮你 您教我 他会攻击王南吗 真不逃 好了好了 他愿意 不愿意 你报不舒服 他就遮挡 往下逃 还得往下逃 好了好了 还更红了 往下逃 面红而吃 就是现在这个样子 对 你感觉怎么样 非常热 而且沉 看起来如此凶猛的斗鸡 如果进行饲养的话 是否也需要特殊的方法呢 你们养他的时候 是分开四眼 还是比如说几个鸡在一起 母鸡是可以魂养的 但是也得分情话 因为母鸡也是有头 对对对 母鸡也有一个头 我觉得先看一下 他的攻击力到底有多强 行 你 给我们展示一下 展示一下 可以 从没近距离观看过斗鸡表演的验证者 对斗鸡充满了兴趣 但由于地板过于光滑硬实 不利于斗鸡的奔跑起跳 因此验证者又铺上了绒毛地毯 为了防止斗鸡打斗起来乱飞 他们用八块乒乓球围挡 隔成了九平方米左右的区域 斗鸡本身并不会把人当成攻击目标 但王楠刚才的行为 让斗鸡误以为他是在挑衅 所以才会对他发起攻击 他不是不攻击人吗 他看见你的鞋和看见一只鸡是一样的 一个道理 只要他对上眼就会攻击 你看如果我从旁边只是这么走过去的话 他没有要攻击我的意思 是吧 必须得要 你看 你别逗他了 他一对上他就要攻击你了 我明白了 斗鸡眼就这么来了 就这个意思 对一会儿 斗鸡在发起攻击前 一般会先低头和对方对视 抖动脖子上的羽毛竟因恐吓 一旦他做出这样的动作 就意味着要发起进攻了 如果一会儿要是真的特别危险的话 你能制止得了啊 没问题 没问题是吧 对 反正观众朋友们先做好心理准备啊 我觉得这个场面有可能会 比较烈 对 所以说大家准备好了 我们原来如此的第一场斗鸡比赛 准备开始 斗鸡之间的打斗 是为了争夺地盘确立地位吗 斗鸡打架和普通鸡打架又有哪些不同呢 验证马上开始 哎 你看他有反应 他有反应哎 肯定 他确实是因为看他了 你看眼睛就盯过来了 他听见他的声音之后 等你把这边聊 他听见他的声音之后 呼呼呼 就会有反应 好像还真实 就会追着跑 好像还真实 另一只斗鸡刚一出现 光泊斗鸡就紧紧跟随 看来他已经做好了开战的准备 把这开一点就放进去 开一点就可以 挑战者全毛鸡入场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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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打啊 因为这个 因为那个全毛鸡 这个翅膀打的都断了 所以他会蹦起来 对 他飞的不那么高 但是他俩会 你看 先对峙 先对峙 啊 吓得吗 不是 因为刚才在手里抱着 然后他不会拉 然后你放地上他就会拉 他就会拍 他他他他会往下摆电 你看他现在对峙 哎 他主要用来攻击对方的方式 除了嘴巴就是爪子 对 就这两个地方 我看他飞的不是特别高 但他主要用爪子去 你看 因为这个这个地还是太滑 哎呀 那只全毛 哎呀 哎呀 没关系 全毛鸡就是绕过去 打后脑勺 哎呀 全毛鸡 对 你看他 他一直在 哎呀 压住了打后脑勺 哎呀 这个场面 咱们拉开吧 那个 算了吧 算了吧 带上 带上吧 你带上吧 你带上吧 我来那个吧 我觉得那个 他太危险了 刚才险些被捉到的王楠 感受到了斗鸡的战斗力 他带上了安全头盔 以防止意外的发生 算了 好了别打了 别打了 别打了 都是好兄弟 好了吗 这样就可以了吗 没关系了 受伤了吗 检查一下 没有 没有受伤 没有受伤 我有一个问题 有没有可能 他们两个人 两个人 他们两只鸡 在一起不打架 有可能吗 基本上没什么可能 两只从来没有 见过面的斗鸡 一见到对方 就打了起来 验证者发现 斗鸡比普通鸡 有着更强的领地意识 他们更容易发生争斗 两只从未见面的斗鸡 一见面 就必须分个胜负才行 斗鸡打架的方式 看似和普通家养鸡很像 都是用爪子和嘴 进行攻击 但斗鸡之间的打斗 明显更有章法 更加职业 斗鸡天性好斗 再加上人为训练 所以打起家来非常凶猛 那么当凶狠好斗的斗鸡 遇到一只陌生的攻击 他们之间 会以为争夺地盘而打架吗 还有可能是 他觉得他自己是 很高傲的鸡丢 还是斗鸡 他有可能也不打 对对对 可以试一下 还是这话 如果要是我用我们找来的攻击 搁在里面打的危险 一旦攻击 能分那就行 行 好好好 那咱先让他休息一下 给他散散热吧 好好好 来 让他也休息一下 来自洋芝场的浦东攻击和小猪的斗鸡从未见过面 他们的相遇会引发一场惨烈的争斗吗 验证马上开始 你觉得他们打不起来 不不不 我觉得打得起来 为什么你看我这恍惚的 我不是抱他 对 你这干嘛呀这是 不不不不 一会儿都打起来 我请你我得拉下来 我觉得打不起来 你放心 你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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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他追你了 怎么不追 没有 没有 他没追你 只是看你戴那个帽子比较奇怪 对 他可能觉得你长得很奇怪 王楠抱着公鸡在围挡外走动 似乎引起了斗鸡的注意 两只鸡在狭小的空间里相遇 会发生什么呢 你放吧 给他推进去 他也攻击他 哎呀 不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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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攻击他 但是他也没什么反应 面对比自己高大威猛的斗鸡 家养公鸡完全没有斗智 只是轻轻几下 就被斗鸡打出了伟大 看来 把斗鸡和陌生的公鸡放在一起 的确会通过争斗分出个高下 那么如果再次把他们放在一起 争斗还会再次发生呢 噓 噓 让验证者感到惊奇的是 再次把公鸡放进去之后 两只鸡居然互不侵犯 丝毫没有要打架的意思 就连暴躁的斗鸡 也一点反应都没有 看来在通过争斗的方式 确立了地位之后 战胜的一方感觉不到威胁 也就不会再次主动发起斗争了 那么如果养殖场的空间大小 发生了改变 随着积聚密度的增加 会不会重新再次发生争斗呢 验证者们决定 缩小他们相处的空间 再次进行观察 虽然空间已经压缩到了 不到0.5平方米 但两只鸡彼此之间 还是没有发生争斗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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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了 安全了 经过短暂的一个回合的较量 让斗鸡觉得战败的家养攻击 再不敢挑衅自己的地位 也就不会再次发起进攻了 即便是将他们所处的空间 锁到最小 也不会再次争斗 而在两只势均立体的 斗鸡打斗过程中 彼此都不服输 一直在叫板 所以也就会一直挡下去 直到由一只认输为止 看来 鸡场里饲养密度的大小 鸡的生存空间拥挤与否 并不是招致鸡群间 频频发生打斗的主要原因 这种说法 我觉得是有很多条件限制的 对 是吧 小猪 你像刚才咱们也试了 两种不同品种的鸡 而且还是斗鸡在的情况下 它们也没有打起来 有的公鸡是这两只公鸡放一块就打 但是它换一只公鸡它就不打 有的鸡是可能 这个鸡的性格也不同了 对 它直接会打 它可能它们俩就不对付 它们到一块就打 对于动物来说 同类间私咬打斗 甚至自想残杀的现象非常普遍 原因无非是争夺地位 领地 食物和交配权 对于狮子等凶猛的大型动物来说 杀死同类并不难 但对于家养的鸡来说 如此弱小的身躯 为何能将同类给打死呢 鸡的身上 又隐藏着怎样致命的攻击武器呢 咱们俩已经研究了 它打架的原因 接下来就得研究它打架的武器了 对对对 之前咱们看两只斗鸡打的时候 最主要就是嘴巴 对 对指甲 对 但是它的嘴巴 你看它就这么小一块 到底它的攻击力能有多强 你有想过吗 机会啊 就鸟的慧会很硬的 是有多硬 大家都能想到很硬 但是有多硬 鸟的嘴也叫慧 相当于哺乳动物的唇和齿 对于不同的鸟类来说 根据功能不同 汇也会有着不同的形状和长度 而机会的主要功能 就是进食和梳理羽毛 在鸡打架时 机会又会变成争斗的武器 它们先会用汇捉对方 那么机会的杀伤力究竟有多强呢 验证着准备 把机会安装到剑岗上 然后分别设西瓜和木口 以此来测试机会的锋利程度 你准备好了 我准备好了 我最怕看见这种东西 不是你准备把它怎么弄下来 那个嘴 我给它做一解剖 我给它锯下来 你不 你用锯的 那怎么办 那你在这弄吧 我去布置一下那个场地 别别别别 你别别别 你别别别 太残忍了 太残忍了 哎呀 你真是没有胆儿那么小啊 王楠从菜市场购买了两个鸡头 他准备先切一个鸡汆下来 太学心了 哎呀太学心了 我也有一点学心了 太学心了 鸡汆的外面有角质层覆盖 最坚硬的部分是里头的骨头 其实早在远古时期 人们就经常用动物的骨头来制作弓箭 对敌人进行打击 王楠用粘度较大的胶 将机会安装在了剑杆前端 在王楠制作的时候 马上出准备好的木板和西瓜 小叔 你看我这有怎么样做的 弄好了吗 哎呦 你头发准着西瓜 你看这怎么样 厚啊 这正好是两个 一个是鸡的上嘴 一个是下边这个下嘴 对吧 这硬度怎么样 很坚 挺硬的 你给我准备这西瓜 你觉得行吗 行是行 我怕我射不着 不能吧 王楠之前对弓箭的使用有点惊艳 在这次的验证过程中 他将使用传统的蒙古弓 另外箭头的改变 也会影响箭飞行师的角度和速度 所以虽然王楠离西瓜并不远 但是利用改装后的机会箭 他能够设准吗 机会到底会有多锋利呢 为了防止王楠万一把剑射偏 回弹伤害到自己 验证者们戴上了防护头盔 行吧 来吧 王楠 准备好了啊 大家离远一点啊 来 三 二 一 等会儿 干嘛呀 我 你 这是你划上过去的吗 哎呦 喝 都流水了 这个是划过去的 王楠射出的剑偏离了西瓜 直接飞到了墙上 看来他对蒙古弓的使用 还是不太喜欢 直接射墙上是给射碎 调整好状态后 王楠准备再次用机会剑 对西瓜进行射击 准备好了啊 嗯 瞄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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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二 一 你 你看看 太夸张了 王楠 我没 我公公没敢拉满 我 我拿下来了 那 关键是 一点事都没有 当然一点事 而且西瓜 而且西瓜是贯穿了 咱们看一下 从这块进去的 直接给西瓜射出两个酒窝来 从这块出来的 你觉得呢 这个 鸡嘴的硬度如何 这次王楠没有射片 机会剑直接将西瓜穿透 而机会一点损坏都没有 不过相比西瓜的外皮来说 木板要坚硬得多 如果用机会剑射向木板 机会还会完好无损吗 剑材中使用的坚硬木板 究竟是能阻挡机会的冲击 还是将被穿透 作为达到的致命武器 机会到底能有多锋利呢 对准拉 其实弓不用拉着太满 不是 它有这个吧 它很赖我来弓 不要拉太满 好 准备好 三 二 一 哦 不是吧 穿了吗 我把拔出来了 好 拔不出来 拔得出来了 你看鸡头 鸡嘴一点事都没有 有一点点的伤 大家认识多得劲儿 你自己看看 我过去 板子肯定是穿了 穿了 这张员了 这非常厉害 这这这 这我太没想到了 我想了板子能穿 而且也就是个眼吧 它直接就 哇 而且现在鸡嘴一点事都没有 射出的剑飞向木板 居然直接穿透了过去 而箭头上的机会 几乎一点损伤都没有 机会的坚硬和锋利程度 让验证者大吃一惊 看来鸡的好斗是天性 其战斗力不容小视 坚硬的机会 也是鸡打下中 导致伤亡的重要力气 那么有没有一种 简单有效的方法 来降低鸡群 人间的这种相互伤害 尽最大可能 保护好养殖户的利益呢 为了能够找到 有效阻止鸡群争夺的方法 王楠找到了 北京市贫苦区的 一家规模化养鸡场 这里饲养着五万只鸡 数量是养殖户 刘大姐家的二十五倍 规模化养殖场里的鸡数量庞大 一旦外来人带进细菌 疾病就会在鸡群中蔓延 所以人进入到这里的消毒防护措施 就要更加严谨 王楠找来的专家陈瑜 在禽类饲养方面 有着多年的研究和实践经验 怎么走啊 这个 你有这么多 这种养殖户 与散养户不同 规模化养鸡场采取的 都是集中饲养 九百平方米的大棚里 有一万两千只左右的氮鸡 自动化的喂食系统 降低了人工成本 让喂食更有效率 这些蛋鸡也就能够更好地 创造经济效益 相比刘大姐家散养的鸡 这里平均一个笼子里面 有三到四只鸡 如此拥挤的空间 一旦鸡争斗起来 损失会非常惨重 那么这里是如何防止鸡打架的呢 为了防止这个鸡的互相打架 所以我们就采取了 这个鸡在很小的时候 这个鸡的断毁 那我给你看一下 创造成结果是什么样的 哦 它等鸡嘴给它剥掉了 那它这个等于 它再不影响踩实 但是呢 哦 对 在这个鸡呢 它就避免了互相掐 也不牵了 也不牵了 您给它放回去吧 我想看看它是怎么断毁 怎么断毁 断毁就是用设备 把鸡嘴前面尖锐的部分给切掉 断毁的设备 主要是由脚踏的切刀 和高温烙铁组成 除了要把鸡毁切到晚 还能够高温加热进行消毒 有股烧头饿的味道 对 主要是这个高温的 这个蛋白质 它这么大弄会不会疼啊 不疼 它这上面没有神经 相当于咱们脚趾 哦 就跟脚脚 脚手指在这儿 哎 您您等会儿 我能试试吗 可以啊 您让我试试 您教续我 行 套在脚踏板上 左手抓住鸡的两个大腿 两个大腿啊 哦 然后右手 食指扣住鸡的下颗 这样 对 又是大拇指 按着鸡的红脚勺 这样它就不动了是吧 对对对 好 这样 踩了啊 踩 哎呦 它动了的吗 它 来 按住了 行了 挺好 切得挺好 收头会不会味道 看看 这就平了 经过断会的鸡 就好比将其致命武器去了任 即使发生打斗 也不至于发生捉死对手的惨剧了 既然断会对于规模化养殖场里面 阻止鸡打架如此适用 那么如果给刘大吉家的鸡进行断会 是否也一样可以简单有效地阻止打架的现象呢 我在那边肉鸡场我发现一个防止鸡打架的方法 什么方法 就断会 你听说过吗 就把这鸡嘴啊 把这尖绞掉 它就不打架了 那么残忍 对 那不行 因为我这鸡是散痒的 它在外边刀那个什么土啊 石子啊 玻璃啊 要是一剪的话 它刀不了了 就已经让它吃实了 对啊 所以不行 你那是什么鸡啊 我那是就是肉鸡场嘛 对啊 由于养殖方式不同 规模化养殖场里的鸡断会后 并不影响它们的日常进食饲料 但散养土鸡除了要吃饲料外 大部分时间还会在土地里自由寻找食物 如果进行断会 鸡就无法在土地里寻找食物了 这势必会影响鸡的生长 而鸡是否有断会 也成为很多人判断鸡是否是鸡中饲养的肉鸡 还是散养的土鸡的一个标志 土鸡的价格是集中饲养肉鸡的两倍 断会的土鸡卖不出好的价钱 因此像刘大姐这样的养殖户 并不愿意使用断会的方法解决鸡打架的问题 所以我想问的是 你说鸡和鸡打架 怎么会把鸡给打死呢 她的就是说 大伙把一只鸡的那个 比如说脚啊 给那个刀伤了 所以它流血了 一出血的话那鸡全上 只要一溅着血 大伙全刀它 然后准备给刀死 我觉得鸡很有可能是嗜血动物 但是到底它 因为什么刺激源而让它嗜血 咱们得去研究一下 刘大姐认为 鸡群中一旦发生争斗 就很难停下来 只要有一只鸡被捉出血 那么其他鸡都会去捉食伤口 严重的就会被捉死 自然界里 有很多动物都有嗜血的本能 在看到醒后 就会有种莫名的兴奋和冲动 据说血腥的气味和鲜魂的颜色 都会对一些动物产生刺激 那么鸡兴奋打斗知道捉死对方 是因为他们看到了血的红色吗 为了验证这一问题 马小叔准备用红色的西红柿 紫色的茄子 白色的萝卜 还有绿色的蔬菜 面对不同颜色的食物 几会不会首选桌食红色的西红柿呢 过来过来过来 哎呀这个声音啊 哎呀 小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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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幸亏 带着手套了 好嘞 很抗 红色物体真的会刺激它吗 你看他那眼神能看着你 他在 他可能也不太明白我们想干什么 所以他现在关注点不在那个蔬菜身上 虽然面前摆放了各种颜色的食物 但公鸡似乎完全无动于衷 王楠决定把这些食物全部掰开 让气味对公鸡产生诱惑 哎 他出去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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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公鸡上寸向条不听指挥 让燕燕热手忙脚了 别动了 别动了 好 说这不动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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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点啊 快点 实在是太 实在是太难对了 我冒险了 哎呀 抱抱 你先够好了 我去 你进去你不能 他出了一回 我觉得他怎么还会再出来 我看一下啊 他他还有 过多的人站在验证区域旁边 这势必给鸡葬成了一定的压力 为了保证验证过程的有效 验证者让设置组所有的人员暂时离开 用微型摄像机对鸡的行为进行记录 他看不见我们 在验证者和所有的工作人员离开后 大公鸡稍稍适应了一会儿环境 之后 竟然选择了青菜开始捉食起来 红色的西红柿并没有让他产生任何兴趣 没用啊 我跟你说颜色就是不小 要不咱们还是去机场 再看看 再问问 第一次颜色验证的过程 说明红色物体似乎并不会像想象中的那样激怒鸡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鸡不停地捉食对手直至其死亡呢 验证者回到了刘大姐的养鸡场 继续进行观察验证 为了探寻鸡打架致死的真正原因 验证者准备了一只肚子上游血的死鸡 扔到鸡群中进行观察 鸡究竟有没有嗜血的癖好呢 面对已经死去的同类 鸡会进行捉食了 现场人员离鸡群太近 导致他们不敢靠近地上的死鸡 验证者让所有的人员向后退了一小段距离 再次进行观察 这都什么嗜好 当有第一只鸡捉食死鸡后 其余的鸡也都相继跟上捉食死鸡的品 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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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都 肠子出来了 怎么残食同类的呢 他们怎么 他们都是 哎呀 不要拿出来 你别拿放那儿吧 太惨了 它的是肠子都出来了吗 是 他们怎么 为什么会刀钢呢 但是他们是不是因为 它的肠子露出来了 对 所以他们才会去攻击它 对对对 咱们之前只是血 它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反应 这非都是母鸡吗 都是母鸡 只有母鸡才刀钢吗 大部分都是母鸡 应该说是刀吧 哦 哎 孝叔 你看啊 咱前面做了试验了 攻击呢 是打架 是因为咱说除了抢神 要不就抢地盘 对 要不就抢母鸡 全力之争 对 就这些 也就是因为这些 但是母鸡大部分都是刀钢 刀钢 这个杀伤力非常大 你看几只围起来 就会把一只给杀死 击翻桌子后 这只死鸡的肠子 完全被掏空了 验证者发现 虽然同伴身上的血 会引起鸡的桌子 但导致鸡被捉死的 根本原因 是桌缸的行为 刘大姐家饲养的 主要是下代母鸡 通常公鸡会因为 争地位 食物 配偶 发生打架行为 母鸡天性并不是很好斗 可为什么在 刘大姐家养殖场中 被捉食掏空内脏 致死的大多都是母鸡呢 母鸡们又是 因为什么原因打架呢 而这种情况 只会在鸡群中存在吗 马孝叔准备再做一个验证 他和牛圆 准备了五只鸽子 和五只喜鹊 其中的一只鸽子 有些腹泻 肛门处又血迹 这些禽类之间 也会发生捉肛的行为吧 好 我拿到笼子赶紧 我们赶紧走 这只还在装死 行了 你不动它了 咱们先去 走 赶快出去 别 打架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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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没事 这只肛门处有血迹的鸽子 刚一放进去 就招惹来了喜鹊 趁什么还在那边 赶快出来 然后把那个口扎上 你看看 它咬着腿呢 你看 桌缸呢 去拉个架吧 这只很伤了 死了 来 来 来 把龙拿过来 头 头 头 和鸡一样 当一只喜鹊 攻击肛门处 有血迹的鸽子的时候 其他的喜鹊 也都相继跟从这个行为 这种动物界的模仿 就是群体性盲从行为 往去 往去 看来 这种捉肛的行为 不仅仅只发生在鸡的身上 禽类动物 本来就有一种 叫做捉屁的喜好 它们喜欢用慧 去捉彼此的羽毛 肛门 而捉肛之所以 在母鸡中发生的情况较多 主要是因为 母鸡下蛋 容易导致腹泻脱肛等 情况的发生 肛门处的血迹 更加容易招惹 其他鸡的兴奋捉食 一旦被围攻 肠子被捉食掉 这只母鸡就会死捧 而这才是饲养过程中 鸡频频被捉死的 一个最大原因 不断被捉死的鸡 让刘大姐觉得非常心痛 究竟用什么样的好方法 才能阻止减少鸡的 这种恶性行为的发生 以及死亡的争斗呢 在马教授和宁元 用鸽子捉缸验扬的同时 王楠又来到 规模化养殖场 他想继续探究下 让鸡不打架的方法 鸡是对光比较敏感的动物 国内有的养殖场 会通过长时间的强光照射 来刺激鸡的信线 让它能够快速发育生长 相反 较暗的光线 会抑制鸡的兴奋程度 让鸡平静下来 那么光照的强弱变化 对防止鸡的相互捉食 有没有作用呢 王楠回到了实验工厂 准备和马教授 做一次利用光照 给鸡劝架的实验 如果在两支斗鸡 蒸打的过程当中 把灯光逐渐挑暗 直到全部关掉 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呢 验证者准备 重新再次用斗鸡 做一次劝假验证 小叔 你准备怎么样 嗯 差不多了 我把灯都给开开了 好 我这边让 北京建筑大学的 研究生学院的学生 我们就咱们绝对了 红外热相仪 专门观测它的温度 因为咱们待会儿 灯全黑了 我们俩看不见他们俩了 所以得要用这个 红外热相仪 来看他们的运动状态 红外热相仪最早 是出于军事目的而开发的 它利用扫描热成像技术 进行温度分析 将物体发出的 不可见红外能量 转化为可见的热图像 我手进来以后 跟它 跟机的颜色不一样 你别动 你别动 现在差不多是36.5吧 是吧 回到37的 这挺有意思 我的手颜色比它明天要浅 对啊 你的 它的体温多高啊 借助这个设备 即使在黑灯的情况下 验证者们也能够观察到 斗鸡的行为 一会灯关了以后 我准备了一个测光仪 就是随着灯光减弱 你先休息一会儿 随着它的灯光减弱啊 它这个数值会变低 就能看出来它到底减弱了多少 那咱们俩就分工行动 你负责测光 我负责慢慢地关灯 好的 看看它到底是在什么样的光照程度内 这什么程度下最安静 可以 没问题 所有的设备都已经准备有序 利用光线明暗的变化 给鸡劝架的验证 即将开始 准备了啊 时间开始 哎呦 这么快 就开始打了 关厂灯 我把厂灯关了 厂灯关了 工作人员关一下厂灯 两只斗鸡刚一见面就打了起来 如果灯光逐渐变暗 正在拼命撕打中的斗鸡 能否停止打斗呢 我关一个灯啊 来把关一个灯 工作人员将实验工厂的大灯全部关掉 斗鸡的激烈撕打丝毫没有受到影响 他们俩的温度有多少 42 这样啊 我一点一点来剪掉这个灯光的 光照的强度继续逐渐下降 虽然斗鸡仍然在撕打 但是他们都在向着更亮的区域移动 王南已经把灯光调到了非常昏暗的程度 如果把灯全部关掉 又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 我关了 哇 我已经看不见读树了 哎 他们俩现在好茫然 好茫然 他们不对视了已经 光脖现在在四处的找 是吗 对 那个脖子上有毛的那一只 现在这是属于定住的状态 几乎 热成像仪惊喜地显示 灯光全部关闭 两只斗鸡立刻停止了打斗 黑暗的环境 让他们找不到彼此的存在 异常争斗就这样停止了 鸡是一种有夜芒症的动物 在灯光昏暗的条件下 他们就会看不见任何物体 开灯吧 工作人员 谢谢 来来 小猪快把他们先 小猪把他们分开吧 分开 好了 好了 让光博冷静一下 我觉得咱们这个实验啊 说明了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就是只要灯光一黑 把它处在黑暗的环境里 他们就不会打架了 所以说这鸡的势力啊 我觉得是最关键的 对 只要控制住它势力 对不打架 但是你说 你说圈养的鸡 我起码还可以给它把灯关了 你说在外面散养的鸡 我不能控制日光吧 对 这实在是不太可惜 看来对于集中饲养的机场来说 简单地利用开关灯 制造突然的黑暗 就能够有效地防止鸡的打斗性能 但散养的鸡长期处在室外 没有灯源可以控制 那么对于刘大姐的散养鸡来说 还有什么方法能够阻止鸡的打斗呢 王大你干嘛呢 还不想办法 我发现一个问题 你看这个鸡 我不管它在哪边转 你看它头 它保持不动 你看是不是 你觉得它这个 是不是跟它的视力有关系 肯定是跟视力有关系 它用这种平衡 来保持它这个视力的稳定度 你说 如果要是咱是把它在视力挡住了 它还会不会打架 和人的眼睛不同 鸡的眼睛长在了头的两侧 这就导致鸡的视野范围比人要宽 但同时也需要脖子的灵活移动 以此来保持视觉的稳定 通过高速拍摄验证者们发现 在观察距离较近的物体时 鸡无法从正面看的位置 所以鸡发现食物后 在进食前都会将头伸出 要偏头用一只眼睛 来确定食物的位置 之后才下嘴捉食 验证者准备从这个特点出发 找寻给鸡券家的方法 就简单说明什么问题 就是咱的人或动物的眼睛 它都有一个盲区 肯定了 我给你做一小实验 用这个笔 拿着笔帽 你就用这只手拿着笔帽 你的眼睛 干嘛 你听我说 你眼睛直视前面摄像机 好 你余光能看见这个笔尖吗 不许偷了 不许偷 看那个 能看见那个笔尖吗 看到了 看到了 你能盖什么 不盖什么 一下子肯定盖不上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 就是说不光是盲区 应该咱们看一个东西 是两只眼睛 都在看这东西的时候 对啊对啊 它聚焦了 对啊 你用一只眼睛的 余光看见这个的时候 那只眼睛其实看不见 看不见的 对 所以就是它这个眼睛 不能对在一块 明白了 人的两只眼睛 视野有重合的部分 在看任何一样的物体时 两只眼睛的角度 都不会相同 虽然差距很小 但经过视网膜 传到大脑里 脑子就用这微小的差距 产生远近的深度 从而产生立体感 准确判断出物体的位置 之所以马教书 无法准确地 给眼边的笔扣上笔帽 是因为 在只能用一只眼睛 观看的情况下 大脑无法准确 判断出物体的位置 人的视觉有盲区存在 那么鸡的视觉 是否也有盲区呢 小叔你看 我是这么想的 我想啊 就给这个鸡 就做一个什么呀 做一个眼镜 比如说咱说这眼镜 它正常的眼睛 是这样的吧 把它这块视野 给它涂黑 挡住 就内侧这个 它这样 它就不会看你前方了 那你的意思不就是 比如说 就跟人眼镜一个道理呗 对 我把中间这块贴住的样子 不 这有点窄 再宽一点点应该我觉得 是这个意思吗 是这个意思 我大概先模拟一下 是 这样它就看不到前方了 现在有点窄是吗 我看不到你的脸了 是吧 我能看到两胳膊 就跟咱们平常 咱们说 咱人它有一个视野 知道 它就这样看不见了 对 你手现在放两个 这个位置我能看到手 现在我就看不见你的手了 对 就这个以内的 我都看不到了 你觉得这个 它就会影响到前面的视力 肯定会 而且鸡鸡鸡打架之前 都要先这样对视 我没法给你对 我本人看你 我得这样看你 对 是吧 眼睛除了可以看见 外界事物之外 还能够帮助人或动物 准确判断出物体的距离 马教书戴上的眼睛 由于中间部分进行了遮挡 因此视野就明显受到了影响 如果给鸡的鼻梁上 戴上一个遮挡的眼睛 部分阻挡鸡的视线 影响它们对对手距离的判断 也许就能够有效阻止 打斗行为 验证者制作了一些能够遮挡鸡部分视力的小眼睛 准备先给斗鸡戴上 观察斗鸡行为有什么变化 安护他一下 你真乖 好好好乖乖乖 听话 听话 乖乖 小心小心 乖乖乖乖 好嘞戴上了 我看一下 戴上了戴上了 戴上了吗 戴进去了 戴上了 你对你 安慰一下 她的这个鼻子 一会儿小 我quien小啊 好了好了 戴上了 凶猛的斗鸡在戴上鸡眼镜后 就能够停止争斗吗 放吧 好 好了 怎么还一掐呀 没什么作用 先等一会儿 先等一会儿 咱们观察一下 掉了 掉了 不行 你拉开了 有一个不公平了 那看不见了 虽然给两只斗鸡都戴上了小眼镜 但他们在经过短暂的试影后 还是激烈地打斗在了一起 戴小眼镜干扰鸡视力的方法 难道不管用吗 小猪 这个怎么不管用啊 这个本身咱们的鸡就是斗鸡 所以它的性子比较烈 在视线模糊的情况下 它会靠声音 哦 人生说 它看不清楚了 它就听声变味 靠它的声音 靠它的感觉 去寻找对方 然后开始打 它的气管比咱们家里的 家鸡气管要粗 然后它的声音稍微要大一些 别人就很容易听到 对手就很容易听到它的声音了 是的 那咱们还是得用家鸡去试 不行 还是去养鸡场吧 对 去养鸡场吧 走吧 小猪 走 鸡眼镜其实就是可以夹在鸡笔子上的塑料片 通过对鸡前方视觉的遮挡 影响它对同类距离的判断 从而阻止它们之间发生打架 在之前的验证中 由于凶猛的斗鸡能够听声变味 所以小小的鸡眼镜根本无法阻止它们打架 那么对于加养鸡来说 佩戴鸡眼镜能否阻止它们之间的打斗行为呢 验证者们回到了刘大姐的养鸡场 决定进行一次现场体验 要给咱试一下 好 试一下吧 我给它带 你来啊 你行吗 它听话吗 它还挺听话 它不听话 它现在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你以为给它带花呢 我再给你找一个松一点的 好了 带上了 带上了 就放地就可以了 放下吧 放下吧 来 这只 一个一个拿 不影响它生活 对 它正常还是会走 然后它还是会捉地上的绳 你看 你看 它还能捉地上的绳 它刚好鼻子那儿有个痒儿 刚好有个卡的地儿 刚带着呢 你看 这也没事 你看 走了 就是刚开始不适应 它也不适应 你看 走得有点歪 好了 你带行 戴上眼镜的鸡 果然行为上出现了一些不一样的变化 通过观察鸡的行为 验证者们发现 刚戴上眼镜的时候 鸡对物体位置的判断 的确受到了影响 寻找食物的时候 会偏头来看 以帮助判断食物的位置 鸡走路也明显放慢了速度 但在逐渐适应后 它们的日常生活 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由于视野被挡住了一部分 戴上了眼镜的鸡 无法准确判断出对手的位置 就会非常有效地减少打斗行为 小小的鸡眼镜 对给鸡券架 还是可以起到一定作用的 您说我们做这么多实验 最后发现最方便快速有效的方法 就是这个鸡眼镜 您觉得呢 我觉得这个 这是一种方法 而且这种方法确实是 它阻挡了鸡的势力 这样的话使鸡减少打斗 但是这只是一个 治标不治本的方法 不能根治 不能根治 一个暂时性的 在本期节目中 原来如此的验证者 对如何有效阻止鸡打架的行为 进行了探究 经过验证 他们发现 公鸡之间可能会因为争夺 在群体中的地位 配偶 饲料等进行打斗 而母鸡之间 还可能会因为 某些营养元素的缺乏 导致鸡群发生 公鸡性捉钢行为 严重的时候 会导致母鸡死亡 给鸡群架 可以通过断绘 关灯 佩戴眼镜的方法 不过 这些也都只是暂时的办法 如果想要彻底 露绝鸡打斗行为 养殖户还应该从 饲料营养 生存空间等多个方面 综合进行调配 科学饲养 才能够获得 更好的经济效果